哇 这个鱼真的超级大份 它是半条鱼 然后半条鱼就有一半 一半就是pasti的sauce 一半就是chili sauce 我刚才就傻逼了 刚才就跟他说要喝水 那我现在就来到了我要吃晚饭的这个餐厅 然后就超级多人 超级多人 那刚才看了一下菜单 服务人就推荐我点这个 一半的这个叫Aktuni的东西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点了一个tako 就是点了一个虾的tako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里很出名的 叫一个Hontama的一个鱼 它一半就是用红色辣椒酱 另外一半是用pasti做成的 两个吃法的鱼这样子 然后等一下就可以试一下 然后这里还有一些酱 就是 这应该就是 就是餐前小吃这样子 然后这里就出餐 然后这个鱼就是等一下会演的 然后就是pasti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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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开放式厨房 非常干净的药 就刚才就傻逼了 因为它这边有鲜榨的西瓜汁 其实只需要39past 但是我刚才随便跟他说我要一个水 他就问我要正常水还是sparkling water 我说要sparkling water 然后一瓶这个505毫升的sparkling water 就是要93块钱 那就是下次来的话 我肯定会要39块钱这个鲜榨西瓜汁 然后它现在就上了这个 我刚才点了一半 这一个叫做什么atuna 就是一个tuna 还有一个crispy leaf在上面 还有avocado跟chipollet的一个mayonet在上面 然后就是一半 它这个277本来是有四个的 但是它就可以half order这样子 然后就试吃一下 就这样一个鲜 然后下面就很硬了 再去一点檸檬酱 然后它就会有一个 这样子的sauce 那么这家呢 跟外面比起来真的就是超级干净了 就如果你怕吃到街边的东西会肚子痛的话 你就 可以来这一区 然后这一区就有超多好吃的餐馆在这边 在这边 这个真的所有东西都很新鲜这样 超级多 然后第二道就是一个辣虾它口这样子 但是它的虾就是我以为它是那种很大只的虾 那结果它就是一种小小的虾这样子 但是也可以的 试一下吃 再加一点 再加一点 瓜卡摩尼在上面 再加一点 那现在我现在有没有吃这个 它口超大 吃它的口 好 好了 那现在吃完饭呢 我就开始 现在也是大概7点20 然后我现在就走路回酒店 嗯 嗯 我个人感觉我现在吃饭这个地方叫华黑 然后呢 它就会有很多高级的餐馆 就是跟在墨西哥城里面感觉就会有很多墨西哥的小吃啊 嗯 街边小吃这样子 这边就不一样 这边感觉就好很多 就看到它的植物啊 或者路上 路就是植被也很多这样子 所以就是如果你下次来墨西哥的话呢 我会建议就是可能住华黑这边 然后呢去Mexico City那边的时候呢 就直接打车过去好了 就感觉这边的话人也没有那么杂乱 然后也比较少 然后整个环境都很干净 然后就是还有刚才吃饭的时候 基本上坐我后面那一堆人都是讲英文的 感觉就是都是美国人过来这边度假这个样子 所以这边就是 现在晚上7点半路上也没有什么警察 但是如果在Mexico City的话 街上已经开始无烟瘴气啊 然后有很多警察警车 然后这边就是 看整条路都比Mexico City干净 一百倍这样子 好嘞 很嘞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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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